金宁香盘山村公所附近路口9号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名陈姓男子开车是沿着顶陵路往顶宝村的方向开 和由一名正姓男子骑着一辆机车是由陵宝路往宝山路的方向骑 在路口双方发生碰撞 详细造势原因在京城分局厘清中 金宁香盘山村公所旁的路口在今日上午8点30分左右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着顶陵路往顶宝村方向行驶 与正姓驾驶沿着顶宝路往宝山路的方向行驶的普通动训机车 在路口发生碰撞 双方车头接受损坏 正姓驾驶四肢擦伤 现场表示不需消防队送医救护 双方驾驶经警方辞职酒策 初步排除酒后加车行驶 这一详细的造势原因由本分局厘清当中 根据交通安全法令规定 没有耗置的路口 地上或路边有停或者是让的标志或标线就是知道 必须要里让干到车辆先行 一详细的方向行驶